大家好 今天呢 恩瑞呢 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呢 我之前看到的一個複雜的數學問題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目前把它稱作三個保險套 所以是三個保險套 那假設有三個男生 分別叫男一男二男三 然後有三個保險套 那只有一個女生 然後呢 任務就是呢 這個保險套有裡面跟外面 OK 然後可以翻過來使用 然後男一跟男二跟男三 要分別跟這個女生發生一次關係 然後呢 但是呢 這三個男生跟這女的都有可能 有這個性病 所以他們 我們要想個辦法呢 不要讓這些保險套呢 接觸到對方 一照成傳染 OK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那這個問題 據說歷史非常古老 不過我們後面可以講一些很困難的 這個推廣 我們可以做一些討論 OK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先來討論 一個失敗的做法 失敗的做法 就是男生一號呢 跟女生發生完的關係 所以一號保險套的外面是女 裡面已經被男生一號沾過了 那二號保險套的男生二號 那又女 那三號這時候只剩男三 OK 那男三不管怎麼用都會接觸到男二 或者是女生用過保險套的那一面 所以呢 這個方法是失敗 OK 那大家可以回去暫停一幕 或者想一個辦法 然後這邊又公佈一下 這個最古老的問題的答案 做法呢 第一步呢 就是把兩個保險套疊在一起 OK 那 男生用完之後呢 所以一號就是男一 這個是女 OK 那 那第二步呢 就把 這個乾淨的 這個乾淨的給女生 然後男二再用 OK 所以外面這一面呢 這一塊 然後這個本來還是女生嘛 結束之後還是女生 所以這樣還是安全 OK 所以是safe 那第三部分呢 就把原來的這個男生一號 戰過我的保險套的裡面 把它翻過來 OK 所以這時候 這邊是乾淨的 這是男一 然後把它套在這個 上面用 單二 OK 所以第三個男生 就用這兩個保險套合在一起 那所以這一面就是男三 外面還是女生 所以呢 這樣我們就safe 使得只使用兩個保險套 我們就安全的讓大家都沒有得病 OK 所以這問題很困擾 OK 所以這問題很困擾 那為什麼說這問題 因為這問題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OK 如果說有n的男的 跟一個女的 請問要多少的 最少要多少的保險套 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OK 我們 denote這個叫f of n 好了 OK 那我說一下這問題為什麼很難 OK 首先我已經知道f of 2 f of 3是2 對不對 那我就f4 OK 那f4 如果四個男的兩個保險套 肯定不可以用 所以要三個 那f5呢 OK 那我們就問f5會怎麼樣 f5 f5是三個嗎 沒有 你有五個男生 有三個保險套 你可不可以用剛剛的方式跌來跌去 OK 然後也產生一個大家都安全的做法 所以這個是問好問好問好 OK 那 所以你可以想 就算你解決這個問題 那你還是要繼續問往後的 對不對 所以 這個問題有無限多的可能 如果你做到f10 你也許10個也有更厲害的做法 可以把 可以用更少的保險套 那我可不可以求f5的一些 比如說一些 一些 一些 以致的性質 什麼意思 比方說呢 我敢保證f5一定比n小 這不是幹話嗎 因為n個人如果剛好有n個保險套 他就沒有問題 可是我又知道f3等於2 對不對 所以我是不是要f如果30 如果有30個男生 那是不是最多只要20個保險套 所以我知道 所以我知道 ffn在n很大的時候 反正一定會 差不多比30 30是2很小 可是有沒有可能還有更多的 對不對 比如說fn可能在n很大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bomb 比如說它可以跟一個kfn 對不對 這個k是位置圖 對取決於你有多少選擇 還是實際上這個k可以正義小 對 當你n越來越大的時候 你會產生無限多種疊加方式 使這保險套可以讓大家都更各自安全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呢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沒有辦法可以解除ffn這個問題 所以你看 光是n個男生跟一個女生要發生關係 要使用最少的保險套 這個問題本身都很有難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那這個是會openprog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話呢 可以想想這個問題的解法 我自己也有想過 不過目前沒有得到什麼解決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大家會覺得 有一些些有序啊